Hello 大家好 请给大家带一部这个本人的摧毁部白金作品是 是讲解一下这个M4与AK的这个区别哈 这个之前小伙子之前阿卡之路发过一部 关于AK然后M4的各种枪械的对比 但本期呢我就给大家主要谈谈这个主要是以M4为主吧 因为这本期作品不归为阿卡之路了 好 大家看这个 首先给大家这个唠叨一会儿 唠一会儿好 大家看这个首先 我们看两个枪系列的它那个性能 大家一个一个看 这个价格就不用看了 这是两把这个M4系列和AK4系列最好的 最经典的这个也不是最好 最经典的一种两种吧 好 大家看首先 大家首先看这个M4这个威力和AK的威力 所以大家明白这个AK的威力是比M4大 但是威力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AK是一枪可以破亏 一枪可以爆头 但M4如果说碰现有AC的话 一枪是打头盔外是残血 打掉80到90多血 当然这个威力还体现什么地方呢 首先这个威力 M4的威力比较低 大家明白了 这个低一点 当然低一点的话 一般打身上的话也就是3到4的血 但是3到4的血 这个效果会是怎么样的 比如说同样一个 同样打一个人吧 M4打三枪和AK打三枪 一般M4能剩下10多的血 当然AK就剩下个位数的血 当然个位数的血 大家明白了 一场比赛 如果说是个位数的血的话 也会创造奇迹的 所以说 这个美的血还是非常关键的 当然美的的理解不一样 所以说我觉得 在微信上AK还是占据 占据的非常明显的优势 非常明显优势 大家看精准度 两把枪都差不多了 这个精准度的话 今天是步枪 精准度都得是非常高的 精准度的这个都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大家可以 有信心的这个玩家 可能会发现 这M4的这个准星别 也可以要稍微小一点 大家有没有发现 M4准星别 也可以稍微小一点 这是一个细节 当然这个小的话 就说明 它这个预秒点更好一些 更好掌握 但AK预秒点的话 尽量准星比较大的话 这个相对于M4 就相当于要偏低一点 这个才能体现这个 才能让子弹打到 你想打到的位置 好 大家看一下射速 当然射速上 M4是占就是非常强 非常大优势 大家看这个多了 多了一块 但射速又是什么呢 首先M4在打人的时候 子弹出的快 这说明了M4的二连发 应该是比较稳健 因为它的射速快 M4连发 这个相比于AK优势 还是非常明显的 好 这个大家看后座力 后座力M4的后座力 要比AK小 这说明了 大家都明白 AK后座力大 但很难控制 但M4后座力小 正硬的M4后座力也小 射速又高 这说明了M4的连发 连发控枪 比相比AK更加容易 在重量上 这个AK是比M4沉 但M4更加轻巧 像好多这个 运用身法运动好的话 这个轻巧的重量 还会让自己这个优势 占据非常明显的优势 所以说这个M4 比较相比于AK的优势 还是比较明显 更重要一个优势 就是M4的穿透力 是相比 是可以这个 比AK是天壤之别 可以说天壤之别 M4的穿点 还是大杀气 相比M4还大杀气 但是AK唯一的这个 这个非常牛逼的一个优势 就是他的威力 这个威力 是非常明显的 如果说 如果说现在好多高手 都有AK的是吧 AK高手 碰见M4高手 当然M4高手还是 除非你是特别牛逼那种 当然也会是 相对于是平分羞涩吧 因为AK相比秒人 AK可以秒人 如果说你的枪法 技术真的是达到一定水平了 那AK就是一枪秒爆 一枪秒杀 这个特性是永恒不定的 永恒不变的 所以说 当然M4的话 也可以秒人 M4如果说 破片有AC选手 投射选手的话 一枪是打亏 当然两个枪线 利用的打法 都是不一样的 AK有点射流 连发流 速点压枪流 连发 还有扫射流也有 这个M4的话 一般有一些连发 连发还是比较多的 还有弹道流 像之前有个弹道流 就是建一个扫 连发流也比较多 连发如果说 你真的掌握好 你的空枪 打到一定水平了 那就是相当 相当犀利 就不解释了 连发的话 你要连发的非常自如的话 那你把子弹圈 打越身上 那可了不低 是吧 就是相当犀利了 好再看我们的 当然这个射击距离 这个玩意儿 是刚加的吗 这不在那个范围 这个也没有 那都是基本性武器 内靠了 好装弹树上来说 都是一样的 当然 当然这 就是每个 比如说M4吧 还有什么青旗兵啊 狼牙 AK也有青旗兵 AK也有狼牙 各种各样的 这个系列吧 当然说白了 他们的 他们的枪械 这个内部的种类吧 划分再多 他们这个 大的方向 还是不变的 是吧 AK的这个威力 还是 都是比M4大 当然M4的 射速和 后的射速 会比AK快 后的射速会比AK小 重量会比AK 其实这是一成不变的 所以说 大家无论用什么枪 只要是找适合自己的 就OK 就OK 当然M4的话 也是相当好用的 一天直前小伙子打 M4是打了 玩两年穿越活 现在一年 M4一年AK 但我还觉得 打AK玩游戏比较爽 这个人 个人感觉 可能有些人觉得 M4也比较 比较happy 这是个人感觉 是吧 所以说大家 找适合自己就可以了 当然说白了 说句实话 也可以不好练 当然玩M4的话 还是比较容易上手的 我建议 如果大家刚开始玩的话 还是优一下M4比较好 当然M4转AK的话 也是需要 进入一个非常慢转的过程 如果说你刚开始 就拿起AK的话 要非常艰苦的练习 才会 才会达到 这个一定的效果 所以说 M4还是非常适合 这个大众玩家 大家可以做一下调查 我看过好多 这个 调查 M4的玩家 还是普遍的多于AK玩家 但还有个调查是说 一般这个非常高玩 那种高手的话 那AK的玩家 是高于M4的玩家 这个可能就是 为什么 为什么AK 这个非常受欢迎的 这个原因吧 因为AK一枪可以秒杀 这就是AK的这个特色 一颗子弹 就可以搞定对手 但M4的话 如果说 对方不是满血的话 那一颗子弹 是打不死对手的 所以说大家 连AK的话 一般都是点事留比较多 但M4的话 一般是连发 连发扫事留比较多 所以说当然M4也有点射 M4也可以速射的 当然可能是有些 可能是好的粉丝开销 就先打M4 把这个AK的打法 这个融到M4里 其实也可以的 M4速点压枪 也很happy 就是低 就速点时候吧 有时候好飘 有时候找不到人 感觉不如AK爽 感觉就是AK的速点 比较有爆发力 AK的枪比较有爆发力 当然这个AK的 会有声音的是吧 当然 带消音系列的M4 M4-A-S都是没有声音的 所以说 大家这个还是 各有利弊吧 好歹 看我们 给大家做个演示 这个坑爹房 20-32 这不太定 好 再看我们从这 打个基本的 M4基本上是个T字形 当然这个M4的 基本上还是很好理解的 是吧 大家看M4的二连发 是比较稳健的 扫射的话 一般扫出去 一般点上两发 再扫的话 也是相对比较稳定 因为M4的后率比较小 所以说大家玩M4吧 这个多种点 设计点 小时候的灵魅度是5 是5 原来5的话 M4就是 多利用这个 连发 多利用连发 我现在也是 有时候打二连发 也是二连发 也是比较好打的 这样是速 速蹲是连发 一般带蹲的话 蹲的 大家明白 这个准确回复 蹲的一瞬间 连发是最准的 是吧 蹲的一瞬间 连发 这个子弹是扎蹲的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它那个枪口 不要抬太高 抬太高的话 就连不着了 这个M4穿点 这个优势还是非常大的 非常大的 好 这没有人够 够够够 该让我死掉吧 没子弹了 不在定 好 带了一个 赶紧死吧 赶紧死吧 好 没子弹了 没子弹了 当然这个对边也是空货 竟然封烟 竟然封烟 好好 这个不在定 好 这个我们看看AK 再看看AK 但AK基本的弹道 我就 这些介绍打了 就是一个 棋子 一般都是个棋子 正棋反棋都有可能 大家可以观察 这个AK扫射的话 这个就是 弹道一般都是在 准型偏上一点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这个细节 这个准型偏上一点 天生地零 不要 不要让我死那么惨 这个 无语 原来对于这种 穿箱岛来说 大家可以看这个优势 就是区别在这里 是吧 AK穿点明显的 不如M4 他们那个 M4穿点 还是能占据 非常大的便宜 非常占 非常大的便宜 所以说有些 这个神机穿点 都是玩M4的话 那它的优势 是非常大的 当然M4可以更利用 更可以利用一些 箱子这些东西 来给对手 这个非常无语的 这个击杀 大家都明白的 所以说M4穿点 也是一个大杀器 当然AK的话 也是很happy 对面那个枪小天 非常犀利 但AK的话 对面注重点射 点射的话 当然有些人问我 这个几发一组 我就是 我感觉这个三到五发 多了就飘了 当然你要找准 这个子弹 与子弹之间的 那个感觉 是吧 你点出去的速点 一般这个 一般都是要扎堆的 不扎堆的话 不带条线上的话 那就 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是吧 因为点的话 就会飘掉 就会飘掉 所以大家无论玩什么枪 这个都要找 他这个枪械的一些特点 就AK的话 AK速点 就要点的 点的这个 稍微平一点 但M4连发的话 就要这个多控枪 多找找这个 这后座一压枪的感觉 好像感觉好 对面这个 都拘损的枪神啥的 但这把 我是带这边反水的 对面有几个 很猥琐的选手 好 这个当然AK的 点射 大家看点射 点射的话 也可以利用速蹲 但是速蹲 AK的话 我现在不建议连发 AK的话 一般就是速蹲 就是速点 然后你要蹲死 你可以连发 你蹲下之后连发 那可以 但是大家千万要明白 这个 你千万不要蹲死的扫 一是不要蹲死的扫 二不要蹲死的 这个就开始连发的非常高 就是要一定要控一下枪 无论什么 大家玩步枪吧 无论怎么打 你都要控枪 你会问我 这个点射 点几发 然后怎么怎么压 点射的时候 要不要压枪 扫手 要不要拉枪 怎么的 其实说白了 这全是感觉 全是自己的 经过长 大量练习 找到的感觉 说白了 现在好多教程 说太多 也就那么回事了 但主要还是 看自己去练习 自己去琢磨 去琢磨其中的 道理 说道理 好 这把再看我们 好 是我要翻回来的样子 这个 是不是因为我来的员工呢 这个布团丁好 这个布团丁好 给它爆头了 当然这个多利用一些 当然AK的 有好多这个 比较 比较这个 牛逼的一些 M4玩不了 比如说AK的卡点 或者打点 当然F3也可以打点 但打点的话 可以利用箱子 当然 卡点秒报的话 也是AK比较 比较happy的 所以说 更有利率吧 当然我觉得 我这边玩M4之前 我好久没玩M4了 但M4的话 也是见人就突突那种 今天突突的话 你得你也得 从头开始突突 不要从身子开始突突 从身子开始突突 你的枪魂会飘倒 当然你 但必要的时候 也可以从身子开始突突 大家看这个M4 我给大家 录一表M4 这个小刷屏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 M4压枪 M4压枪 还是需要这个多多 控枪 M4控枪还是很重要的 大家晓得控枪 不是说很牛逼 可能是 好久没有打了 你看到没 这全是带死的 但我这玩M4 我也是想打头 大家看 可能这个 预秒点已经习惯了 竟然就想打头 不想打别的地方 好 这个扫射 大家看扫射的话 你的弹道在准星 这个右上 右上角开始出子弹 大家可以多多观察一下 这个准星的移动 和准星的特点 一般从这个 扫射的话 是准星偏上 然后子弹从右边 往左边开始出 大家可以随时注意一下 这个步枪特点 所以说大家玩什么 玩什么 比如说 都是根据这个 基本难道来的 前几法肯定是往上扬的 只要他有步枪 主要他后队里没有饱和 他捡起前几法肯定向上扬 然后扬之后呢 他那个子弹 又是相对稳定的 在一条线上 当然在一条线上 如果说你不压枪的话 他就是飘天上去了 所以说需要压枪 当然你可以掌握好 这个起发之后 你看AK的话 是四到五发之后 但M4的话也是差不多 四到五发之后 当然这种理问 说白了 你只是让大家明白 这个道理而已 不是说 你就是说 大家打的时候 我就告诉你 等四到五发之后 再扫 你不用想那么多 说白了 你什么都不用想 你又该怎么打 怎么打 你打的时候 主要是贱人 贱人不慌 当小分 回头小伙给我说 贱人不慌 是吧 都要当贱人 好 这个 所以说嘛 他玩 都有玩音的 又玩音的 看我够音吧 好 这种情况 打吧 一个压他们出来了 这不单定 这国内的 又有人要喷我了 是不是 这个我没有办法 不解释 我是来找感觉的 好 大家看 这个一般M4的话 多利用这个速蹲 速蹲还是很不错的 但M4扫射 比AK还是相当稳定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 AK一般 AK就多利用卡点打点 这个这一段小钢枪的 当然大家可以 很有见过M4打钢枪 那M4打钢枪是吧 那M4打钢枪是秒不掉人的 所以AK打钢枪还是比较好的 好的 一般M4的话 就是好多区都打 这个走到随意的那种连强 那可以用M4 但M4穿点优势还比较大的 所以AK的话 也是这个 多利用这些这个点射 都点射 好 对面几个人也很牛逼的 我进来完了 好 这边这个好 好歹的是追了追上 但是最后还还没有赢掉 当然这个 但M4也有卡点 但是一枪秒不到对手 当然AK的优势就非常大的 那这一点 AK的优势非常大 相比于穿点的话 AK可以这个蹭掩体 来直接秒杀对手 这还是非常 只要你找准的抱头点 AK只要是你找准的这个抱头线 无论你怎么点 都会把对手给点掉的 当然M4也是可以找抱头线 但是找的话 一般一枪秒人的话 还是需要一个 一架枪或一个连发控枪才可以 当然AK的话 就是各种各样的点射或者是速点 然后AK扫射也是比较好控的 我是个人感觉 AK扫起来比M4好控制 我是个人觉得 因为AK它那个后度力高 精准度也相对高 后度力高 它扫出来的子弹 一旦是把这个后度力扫饱和了 它就更好控制一些 但M4的话也是 感觉是你要身扫起来的话 感觉是有一点飘 我个人觉得有点飘 但可能每个人玩的感觉不太一样 当M4的话 这个连发是相当问题的 是吧 二三连发 大家一般多 玩M4 你要不会打连发 那就很难说控制好 只要你连发控制好了 无论你打什么图 那M4的连发还是 一个杀伤力非常大的 非常非常大的 当然AK连发的话 就不好控制了 因为AK的后度力比较高 大家都明白 M4后度力比较低 打连发的话 还是M4的优势非常大 当然我不是说AK优势不大 当然有些连发非常细腻的 控枪非常细腻的 这个阿卡大手的 也是啊 也是这个连发也是很牛逼的 所以说 周杰到底吧 主要是你 找到了这个枪的感觉 你是真喜欢这把枪 你就 你想真的适应它 你就去玩它就行了 小猴最近是用狼牙和AK-A 当然有些人 出再多的这个 M4或者A的这种系列吧 就是说尽量说用你自己最最最擅长 最喜欢的 不要说出个新枪就买新枪 出个出个什么就买什么 就说白 我觉得这个M4系列还是这个迷彩M4最最经典 最经典 当然这个AK系列就是AK-A最经典 当然有些A-A-B 刚刚刚B也有好多人用的是吧 像那些什么红炉啊 其实说白狼牙那些那些枪 都是这个根据这-A来来这个往下扩展的 是不是可能大家这个玩游戏嘛 要多多思考一下是吧 别找到自己比较适合的枪来 来好好掌握它 就OK了是吧 就没有没有最好枪 只有最适合的这些枪啊 就像黎明洞一样啊 没有最高和最低黎明洞啊 只有适合的黎明洞 把M4串点来看啊 这个我就胡穿的 我就胡穿的 这还得穿暴头了 所以拉枪线呢 一定要回拉枪线啊 如果你怎么扫 你这个死弹都在暴头线上 那就是拉枪线 小鼻子弹了好 这个所以说嘛 一旦拉枪线的话 还是都都要找个感觉的 大家问我这个高黎明和低黎明有什么区别 其实我觉得低黎明嘛 他是多注重这个 这个点射准准准准度的 叫黎明就比较低 那高黎明的话就注重这个身法 注重身法这个灵活性啊 但每个人打法不一样啊 每个人打法不一样 有身黎明度非常高 他照样很牛逼啊 我当然晓得之前有个小师傅啊 他是省级中厅啊 当然他他那个AK就是20的黎明度啊 照样枪枪暴啊 照样枪枪暴啊 他也是扫射 简直就是神奇扫射的那种选手了 所以说大家玩的话 还是只有适合自己的啊 只有适合自己的 好有些拿100的那个灵米度打击 也是也是打死人嘛 是吧 这就是很正常的事情啊 所以大家多找找自己 自己适合什么 而不是说模仿别人 别人那灵米度是别人适合的 当然 别人那些像什么外设什么的 都是啊 都是大众话 你要想跟潮流的话也可以 但中心还有适合自己的 像以前我们小载茶用的鼠标 他用的不是什么微软 也不是什么雷射 他就是找了个杂牌子 当然那个鼠标 他用的就是就是舒服啊 比那些微软系的都舒服 当然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是吧 每人手型都千变万化 当然手型都差不多啊 每个人这个这个外设的千变万化 那灵米度 你更不能规定哪个是哪个了 是吧 每个人的姿势啊 什么都不一样 玩游戏姿势都不一样 所以力 每人手腕的力量 或者是手臂的力量啊 手臂的大小 手臂的大小 摆动幅度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你不能确定 起的灵米度就是啊 适合你的 所以说 还是这个标 标的啥的 比如 当然玩M4的话 灵米度可以 不用特别低啊 因为M4的话连发为主嘛 只要你只要你控好了枪 灵米度可以稍微高一些 但玩AK的话 灵米度稍微低一些 好 这个本期就差不多给大家做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这个周末愉快啊 周末愉快 we got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